本集由蔥仔越南包特約贊助播出 Hi, 我是陳老師 記得Subscribe, Like和Share這條片 謝謝你 改不了你那壞習慣 情感盡了,惡性循環 是不是覺得自己周身都是壞習慣 而且怎樣撕都撕不掉呢 唉,我們經常有一個迷思 就是我控制不了自己 我抵制不了誘惑 明明要減肥 我就是要去吃東西 我明明要戒煙 但當我想起這件事,我已經吃了半支 我們經常理想當然覺得 意志力是可以決定一切 所以有時我都會反思一下自己 我平時在做節目的時候 對別人的要求 對大家的要求可能都是這樣的 你盡了力沒有?去做吧 你為何不選擇去做? 肯定是你的意志不夠堅定 看完這本書之後 我發現我以後可能要改變一下這個說法 可能真的不是你不想去做 因為這本書告訴我們 我們的意志力和我們的習慣 可能並沒有你想像之中 那麼有關係 這本書是由Wendy Wood寫的 Good habits, Bad habits The science of making positive changes that stick 習慣心理學 如何實現持久的積極改變 在改變壞習慣的時候 我們真正需要的並不是意志力和自控力 而是我們要養成一種不用思考 就可以直接去做的好習慣 我首先簡介一下這本書的作者 Wendy Wood寫 他是一個英國的心理學家 從2009年開始 就擔任南加州大學的心理學教授 他研究習慣這件事已經研究了三十多年 他主要研究的方向就是習慣和行為的改變 以及性別心理學 這本Good habits, Bad habits 其實是一本都算是新書 因為是2019年10月才出版 如果你覺得你自己是改不了你那壞習慣 我覺得你就應該看看 專門研究習慣的教授 他是怎樣教你去改變你的壞習慣 首先我們先釐清第一個概念 究竟什麼是自控力 自控力通常是指一個人的自律能力 在我們這個世界上普遍都會歌頌自控力強的人 例如我們會認為作為一個學生 你的自控力高 你的讀書的成績也會更加好 你就會變成麥明斯的朋友 而在戀愛關係中 自控力比較高的人 吵架都吵得少些 感情生活都會和諧些 瑞典還有一個研究表明 自控力得分更高的人 他的信用評級也會更高 在退休的時候所存的錢也會比其他人更多 瑞典還有一個為期四年的研究表明 自控力強的人 他們吃的食物更加有營養 暴飲暴食的次數更加少 能夠維持更加健康的體重 這樣看上來真是自控力影響一切 自控力能夠拯救世界 但德國在2012年有一個研究 這個研究表明自控力可能並不是實際起作用的機制 這個研究大致上是這樣進行的 首先每一位受試者都會自己去填一份問卷 這份問卷是用來評估你的自控力的 做完問卷之後 實驗方就會為每一位受試者準備一部機器 叫他們拿回家就可以了 這部機器每日會響七次 受試者需要隨身攜帶 當那部機器響的時候 他們就要記錄在過去的30分鐘裡面 自己有什麼慾望 一般最常見的慾望就是 吃東西、睡覺、飲水、按電話 休息、性交、社交 受試者還需要指出 這個慾望和我們個人的目標會不會存在衝突 例如我想繼續睡覺和準時上班的目標 可能會產生衝突 想吃甜品的慾望和減肥的目標會產生衝突 最後受試者還需要記錄 他們有沒有試圖克制這些慾望 會不會有一種必須控制自己的感覺 就算克制到一半都算 例如忍住不吃完整條朱古力 忍住不跟其他人談論政治 忍住不去買衣服 任何可以表明你不被慾望牽引的事都可以 這個測試就完成了 受驗方看回他們做這個測試前做的那份問卷 在那份問卷中對自己的自控力評分高的人 他們在後面拿著機器去記錄自己的慾望的時候 根本就沒有什麼慾望 所以也不需要克制什麼慾望 更密論那些會與自己的目標產生衝突的慾望 所以我們經常都以為 有些人是能夠成功地抵制誘惑 但實際上可能他們只不過是過一種清心寡慾的生活 他原先本來就沒有什麼慾望 這個實驗就表明 所謂的自控力強的人 其實他並沒有過著一些 克制自己的慾望的生活 也都不需要過這些這樣的生活 就能夠好好地經營自己的生活 所以你努力去克制自己的慾望 是沒有用的 究竟他們是怎樣做到的呢? 他們是怎樣可以實現到一些長期的目標的呢? 例如認真溫習 經營一段幸福的感情 為小朋友提供支持和關愛 保持良好的信用 儲足夠的錢退休 保持身體健康和維持標準的體重 答案只有一個 就是養成一些不需要思考 就能夠直接去做的好習慣 這才是真正自控力背後的關鍵問題 不用故意去自控嗎? 養成好習慣你就會自控的了 那究竟習慣是什麼呢? 習慣就是你不需要思考的一種慣性行為 最常見的習慣就是 刷牙、洗澡、穿衣、睡覺、起床、上班、吃飯、社交 又或者好像跑步這件事 我發現我媽媽每天早上 除非打風下雨 不然她一定會出去跑步 而我現在的習慣就是 一起床 刷牙洗完臉 我就會過來做節目 甚至乎 你會發現你是自動播 你會拿起咪 然後拿起iPhone 插條線下去 再插一個外置的喇叭 打開本書 打開電腦 開始 你整個過程是不需要思考的 你就正在做的了 如果那天有些事情打擾了我 令到我無法做節目 例如有人約我去吃飯 或出街 我心裡會很想回來做節目 回到家後 如果時間允許的話 我都會做完她 我都會做了她 你好像心裡有鋪癮 你不做是不醉才 當一件事變成了這樣的狀態下 她就已經成為了你的習慣 而壞習慣也是一樣的 我之前和大家講過 在我最瘋的時期 我一天會喝六罐可樂 那習慣就是 你無緣無故已經在喝 自動波就在喝 當你意識到你又喝可樂 你已經喝完了 吃宵夜這件事也是一樣的 很多時候你不是真的餓 你的習慣多了一頓 在那個時候就要吃一頓 就如同有些人 去到下午就要吃晚 去到七八點就要吃晚飯 你的宵夜變成了你固定的一頓 當它變成你的習慣之後 你就很難撕掉它 你試試我叫你戒了擦牙 戒了洗澡 戒了洗澡 你戒不戒到 習慣基本上是無處不在的 在我們的生活中 有88%的衛生行為 例如擦牙洗面 洗澡 穿衣服和55%的工作行為 都是習慣性的 而在舉重、跑步和其他的體育運動 若膜有44%的行為是習慣性的 在休息、放鬆、坐在沙發上 有48%的行為是習慣性的 例如如果你喜歡看外回家 每晚8點就會坐在這裡看 就算有時你並不是很認真地在這裡看 你是在工作或是在吃飯 你都要看 這個其實就是習慣的一個特性 它有持續性 有些人喜歡一路做事一路聽音樂 我媽媽就喜歡一路煮飯一路聽音樂 有時很煩 你跟她說話她是聽不到你說話的 她在裡面鬼殺那麼重 然後聽完那些我不是太喜歡的歌 但她樂在其中的 我就算了 有得她 有一個研究表明 擁有一份全職工作的人 他們的生活會更加規律 有更加高比例的行為是習慣性的 長時間的工作會令到人 在重複出現的情境裡面 做更加多重複的行為 尤其是你是獨居的 或者是單身的時候 這些重複行為對你的影響 就會更加之強烈了 而當你和其他人一起住 尤其是有小朋友的情況下 一個人的習慣性行為 就沒有那麼強 因為小朋友其實很跳脫的 會令到你本來那些 慣性行為被打斷的概率變高 除此之外 例如有人病了 你升職 去度假 在生活上慘了事 出現這些事件的時候 我們的生活節奏 通常都會被打亂 但是就算有小朋友 和人一起住 再加上這些 淋淋種種的偶然事件 在我們生活裡面 習慣性行為 依然有43%那麼高 所以無論你置身於怎樣的環境 你至少都有43%的時間 是通過你的慣性 和下意識來完成的 接著這一段時間 我還未錄一本新書 我平時十點多鐘 就會去陪女兒睡覺 但一到十二點多鐘 點幾鐘 你就自己就會醒 去完廁所之後 你就會自動地走去錄東西 然後這段時間 我又發現我女兒 多了一個習慣 就是每晚睡覺 都要叫我講故事 即是她叫你講故事 她不是叫你看著一本書 去讀給她聽 不是聽那些故事 她要你原創性的故事 她每天都會給你一個主題 然後你就要在那個主題之下 去作故事給她聽 這傢伙很有要求 我發現 這個已經變成了 每晚的習慣 你一定要做 你不講夠五個故事 她睡不到覺 她就不睡覺 她就扭手 她真的不斷鍛鍊我的創造力 這個習慣除了夜夜都睡不著覺之外 我覺得都是好事 可以增進一下雙方的感情 好了 了解了自控力和習慣的差別之後 我們正式講一下 究竟我們怎樣去形成習慣 這本書的作者就說 形成習慣有三個基礎 第一個基礎是環境 第二個基礎是重複 第三個基礎是獎勵 首先我們講第一個基礎 環境 習慣是個體和她所處的環境之間的妥協 這本書就舉了一個例子 就說在五十年代的時候 如果你去美國的大公司裡面 你會見到她的桌子上 不會有電腦 也不會有咖啡 但你一定會見到 每張桌子上 都有一個煙灰缸 你清一色會見到所有的職員 男人也好 女人也好 都在吃煙 沒錯 是在室內吃煙 一回到公司 司機吃煙 開會吃煙 放下飯吃煙 吃午餐 吃午餐吃煙 放下午餐 放下午餐 20世紀50年代 是煙草的黃金時期 有近一半的美國人 和80%的英國人 都有吃煙的習慣 在那個時候 連醫生都會出來說 吃少少煙是不緊要的 后來終於有些醫生忍不住 公布了一份調查結果 说食烟会增加致癌风险 可能会令你减瘦10年 但就算大家看过这个报告 吸烟率都并没有下降 因为那些烟草公司马上就帮烟加了一个泪嘴 你只要加了这个泪嘴 其实就不用怕有cancer 所以大众又继续食烟 一直到1964年 美国的公共卫生局局长 就很认真地和美国人说 烟草是导致美国人可预防性死亡的头号元凶 这份报告发表了五年之后 有大约70%的美国人才认识到吸烟真的有害健康 去到1966年 那些烟的包装盒上 才真正被贴上吸烟危害健康的警示鱼 但直至1973年 美国仍然有40%的人在吸烟 烟饮令吸烟的人数没有办法下降的主要原因 而现时美国的吸烟人口只有15% 那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 答案就是很多人从出世到现在都未碰过烟 因为尼克逊总统签了一份 公共卫生健康吸烟法案 这个烟草控制法改变了美国烟民的环境 法律的规定令到吸烟的空间变小了变得独立 例如说你一定要坐升级到一楼 去外面一些特定的吸烟区吸烟 一旦这个环境发生了变化 人的习惯也会随之改变 美国有趣的地方就是每个州的法律都不一样 我们可以对比下不同州的禁烟法 我们就可以知道究竟哪些禁烟的政策才是真正有效 美国至少28个州禁止在公共场所、餐厅和酒吧里面吃烟 令到大约有60%的美国人除了在自己的车 和在家里面之外 没办法在大多数的地方吃烟 就算他们想吃都没得吃 在吸烟率最低的10个州里面 有9个州都实施了相关的法律 明文禁止在公共场所、餐厅和酒吧吃烟 而相比之下 狠塔基州、西维珍尼亚州和麦西西比州 并没有这样的法律 所以禁令其实并没有改变人的欲望 而是令到吸烟的习惯处于和法律制裁 直接对立的位置 在这种冲突里面 前者往往是会倾向屈服的 近期香港也都推出了新的禁烟措施 其实我是没有资格留言的 因为我是不吸烟的 但那10项建议的措施里面 我觉得只有第8和第9项是有用的 就是扩大禁烟区 将禁烟区扩展到幼儿中心、学校、安劳院社、 公营医疗机构等指定出入口的范围 不准吃 然后排队不准吃 无论你等车也好 等看医生也好 排队入海洋公园也好 总之排队不准吃 我觉得这两条都是有效的措施 但其他的教育、感化你 哎呀吸烟是有害的 我的女儿都知道吸烟有害 但关键是没有用的 还有就是你不让那些烟有薄荷味 不让它有糖果味 不让它有生果味 其实这些措施在美国都被证实是无效的 真正有效的方法就是你要改变它的习惯 最极端的例子就好像新加坡 我不吃向后教不准吃 那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首先不去讲究竟这些东西是否一刀切 有没有经过讨论先 我们只是去讨论成效 能够根本性去改变一个人的行为习惯的政策 它才是真正有效的政策 其他的都是废话 你试下将法例改成是 只可以在殡仪馆才可以吃烟 我想应该全香港很快大家都戒烟了 好 我们在公共政策放回我们一些坏习惯的身上 我们可以通过创造环境而令到我们改变习惯 这里引入一个环境摩擦力的概念 烟草控制法可以增加我们吃烟的时候的磨擦力 但如果你看到你身边的人在吃烟 这种磨擦力就会被削弱 你就会被提醒 我已经有一阵没吃到烟了 是时候要吃一支了 现在人们那么流行去看短片 亦都是因为这种环境的磨擦力太弱 因为你只需要动手指就可以看下一段片 不是像以前那样 你需要去按下它才行 你需要download才有 所以在养成一个习惯和解除一个习惯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令到好的习惯更加容易做到 坏的习惯更加难做到 前段时间我未试过不用这个公仔出影片 你会见到我的新的 为什么后来这件事停了呢? 主要是因为我令到出片这件事复杂了 因为以前我出片 我不用想我穿什么衣服 也不需要想我现在的姿势是什么 也不需要你背景 你的灯光 我只是做就行了 而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就是 我不需要在剪片这件事上花太多精力 因为我录了这么多年 我已经形成了一套我自己的工作模式 我是一路录一路剪的 所以做后期的工作是不会太多的 我发现自己有一个特点就是 如果有些事经常卡住卡住 很难很顺畅地去做 就会减低我去做那件事的意欲 每次都是这样的 你真的不要小看这些细微的改变 它真的会令到你不出片 我举个例子 好像我现在录这一类的节目 只是出声的 就算我中午被人捕了出去吃饭 那我回到家 我还是很有动力去做的 但如果这件事改成是要拍片 我出去之后回到来 我就不会想拍片 因为我一想到要拍片 就知道四个钟搞不定 至少八个钟 我记得不够时间了 那你就会不想做的 现在我每集都增加了一个环节 就是上集评论 其实上集评论也是增加了 我形成一个好习惯的磨擦力 如果这件事再繁琐一些 或者是comment的数量再多一些 慢慢就会降低我出片的意欲 不过托乃 目前为止 我还是挺喜欢这个环节 所以我就克服到这种磨擦力 但如果这个环节 变成一个厌护性的工作 例如说 每天有大量的负评 影响我心情的留言 也很有可能会影响我做这件事的意愿 当然我这样说 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写正面的comment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你不要看少那种磨擦力 对你做一件事的影响 一件事的启动越容易 它做的过程越顺滑 那你做的意愿 和你放在里面的精力就会越多 一件事做得上来越复杂 越麻烦 你就越不会做 所以很多人说 我想拍片 我想像你那样去做这件事 你第一步要做的事就是 用最简单的方式 用最廉价的设备 做一集先 做了它先 不要搞那么多花神 如无必要 不要增加额外的步骤 那你就可以坚持下去了 与此同时 近朱者赤 近墨者赤 其实是说得对的 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大胃王 你也会不知不觉地吃多了东西 如果你身边的同时吃烟 你可能也会有烟人 你隔离位的同行比较劲力 你也可能会受到他影响 你的朋友喜欢运动 你也会倾向去运动 所以同伴是对你会有影响力的 因为它也是环境的一部分 他们的存在某程度上 是会增加了这种环境的摩擦力 或者是削弱这种环境的摩擦力 这些摩擦力对我们培养一个习惯 是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的 好了 讲完第一个影响习惯的基础 环境之后 我们讲第二个基础 重复 你讲到重复做一件事 我真的可以说是一个专家 我虽然没有认真去统计过 但若我在这个网络上 你可以找到和我有关的节目 应该有差不多六千集 当然有些集数 其实是几分钟很短的 尤其是小说 故事 通常都是八分钟到十五分钟不等 但你细心地计算一下 六千集节目 如果我当我是一天做一集节目 我也要做十六年才能做到 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 可以成为在这个网络里面 长生不老的人 为什么 因为就算我死了 但我的声音依然会留在网络里面 这个已经变成了我的习惯了 你叫我戒了这个习惯 和叫我不俄市是一样的 是无可能做得到的 这本书里面就提到 究竟我们要重复多少次才算是形成习惯 你一定听过有一个这样的说法 就是说养成一个习惯需要二十一日 即是说你坚持二十一日 那你就可以培养到一个习惯 这个说法其实是来自麦克斯韦·马尔茲 他在1960年所写的一本畅销书 《心理控制论》里面的一个猜测 他在书里面提到 如果一个人做了容之后 他需要用多长时间去适应改变了自己呢? 答案是二十一日 但这个说法其实是缺乏科学证据 为得出一个真是有科学根据的数据 这本书有作者的一个学生 就在伦敦大学招募了96个学生 叫他们参加了一个为期三个月的研究 每一个学生都需要为自己去指定一个 自己没有的健康习惯 而这个习惯是他们未来想坚持下去 和想要的习惯来的 例如说每日吃饭之后去吃些生果 每日在晚饭之前跑15分钟步 每日午餐之后喝一瓶水 其实都是一些很简单的习惯 每日结束之后 这班受试者就需要去登陆一个website 将今天自己有没有按计划 完成任务记录下 除此之外他们还需要解释清楚 这个行为它的自动化程度有多高 例如这个行为是自动完成的 不需要经过思考的 还未意识到就已经发生了 你要积极低 这种程度究竟有多高 在研究刚刚开始的时候 那些学生的分数普遍都是比较低的 总分42分大概只有3分 因为这个时候还处于新的行为培养阶段 所以分值也是正常的 而随着重复的次数越多 自动化的那种感觉也会变得越强 在实验的过程中 那些参与者偶尔偷懒一两天 但这样不代表他们会脱离正轨 所以偶然之间中断一两天 并不会令到我们的习惯养成功亏一轨 这一点相当之关键 最后我们就讲结论 最后作者发现不同的行为习惯 他们需要重复的次数是不一样的 例如对于食健康食物的这些习惯来说 参与者必须要重复这个行为大约65日 你才能够做到自动波去执行它 而养成饮健康饮品的习惯 它需要重复的次数大约需要59日 而锻炼身体是足足需要91日 才能够将它变成习惯 一个行为越复杂 你将它变成习惯的时间就需要越长 最后总结一下我们取一个平均数 养成一个简单的健康行为 我们需要重复66日 也就是约摸9个星期 你就会觉得这件事变成了你自动波完成的事情 如果你真的想去拍片 你就拍够它9个礼拜 做足它66次 想用100LS这个方法 学好英文 你就做足它66次 做足它9个礼拜 它就会变成自动波 环境会令到我们形成习惯的道路 变得更加通常 而重复就相当于 形成这个习惯的engine 但是形成一个习惯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就是我们最后要说的一点 奖励 如果你一开始努力 一些奖励都得不到 你其实是不会踏出第一步 包括先前的实验 作者找一班学生去做寿司者 叫他们培养一个健康习惯 其实每日都是要给40美元的奖励 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你是需要有一个有因 给他们去做这件事 至少在开始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建立这个有因 令到自己为了得到某一样的奖励 去做一些以前自己不会主动做的事情 这种奖励除了我们平时所说的物质性的奖励之外 更加多的是指我们脑里面的奖励 也就是多巴胺 曾经有一个实验 是在奥斯陆的地铁站里面 就是一些普通的楼梯 变成了一些钢琴的琴件 你踏上楼梯就会有钢琴声 这个改变令到人有扶手电梯都不踏 就是要来这里走楼梯 还有一个实验就是在一个公园里面 为了鼓励那些人不要乱丢垃圾 要扔都要扔到垃圾桶里面 他就把垃圾桶改成有声音 当你扔东西下去的时候 他就会发出一些 好像你扔石到井里面的声音 是会有回音的 搞到人整天都很喜欢过来扔垃圾 就是为了可以去听一下那些有趣的声音 这个就是著名的乐趣理论 在培养一个习惯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帮自己去制造一些乐趣 乐趣其实是会带来多巴胺的 多巴胺就是一种内在的奖励 不过这里又要提醒大家一点 奖励它只是一个有因 它的作用是令到你踏出第一步 而不是令到你培养一个公理的习惯 其实我们之前在讲奖励的恶果那本书里面 讲过一个人的行为动机和学习动机 最终都是要回归回内在的 懲罚和奖励是一时之间有用的 但如果奖励过度 慢慢就会令到这件事变质 令到你对做这件事本身不再感兴趣 因为人并不是真正对奖励感兴趣 而是对不确定性的奖励感兴趣 惊喜意外意想不到 才能有效刺激到我们释放分泌多巴胺 这是为何一些赌场会吓齿云来的原因 如果你都知道会赢多少钱或输多少钱 那你根本上是不会去的 就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 人才那么喜欢赌钱 所以一些突如其来的奖励 对你的养成习惯才是有帮助的 我举个例子 例如说如果我将每个星期六都定为 休四一天不出片 只会增加我不出片的时间 星期六凤子就不出片 其他时候我可能都会不出片 但如果我完全不定这个规则 星期一至七 我突发期想说今天休息不做 马上就可以休息了 马上就可以出街了 这种不确定性就会令我很兴奋 我会很喜欢这种惊喜 这种惊喜其实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十号风球的时候 你早上上学 然后学校跟他说 哎呀放学了各位同学仔 那你就会很开心 当然这件事你可能是很难做到的 因为你工作的时间可能被公司规定了 不像我自己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 但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应用在 我们养成习惯的这个过程里面 例如突然心血来潮 跑完步看出气先 今天放过自己 做小五个掌上压 你一定要找一些 可以哄到自己开心的方式 去进行这些行为 其实好像说书这件事对我来说 也是一种娱乐 虽然准备的时间会比较长 录制作是累的 但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会发现有很多地方 我会和大家一起笑 我自己都会有一些 我想表达的东西可以表达出来 其实这一种过程 它同时也是不断帮我制造多巴胺 令到我每天都很想去做这件事 令到我想哄自己开心 虽然这一本书 其实看起来都挺学术性的 但我觉得它很多新的发现 是刷新了我们对习惯 坏习惯的一些黑板印象 也都令到我们了解 其实我们做不好一样东西 没有心机去做一样东西 可能跟我们的意志力是无关的 纯粹是因为我们没有用一些 科学的方法去培养习惯 只要从今天开始 我们有意识地去通过制造环境 增加坏习惯的摩擦力 减少好习惯的摩擦力 重复一个习惯66次以试 在开始的时候给些甜头自己 每天都为这种习惯 创造一些惊喜和开心位 那你一定能够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和抹得掉那些坏的习惯 希望这本书可以对你有点啟发 我们马上去到上集评论的时间 昨天有一段说话 Dirley问我 我理解的开悟和佛教的开悟不一样 是为什么 中间有一句说话 我应该是不小心剪走了 我说我的主要观点 主要是来自杰德文肯立的那本 《灵性开悟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觉得它总结得很好 所以我一直用了它的观点 来做我的定义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 我所理解的定义和佛教的定义不一样 因为现在我用了一个自动剪片的Software 所以我没有去查这一段 原来是没有了 所以整段说话听起来 好像我在骂Dirley 所以真是不好意思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要在这里跟你道歉 我不是说你 我完全不是骂你 我是说平时的人 是要把他的定义塞到我身上 我并不是回复你这个问题 所以真心希望你不要介意 真是不好意思 真是不好意思 希望你可以听到这段说话 KenKen说 一晚五次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路飞问我有没有电子书 又说思考101有电子书 Brenda说 放心 道歉或者是说多谢 只要真诚 其他人就会收到 快速跪下未必是好事 阿滴说 喂老陈你误会了 我是说 除了168段食之外 都要去做健身 都要去锻炼身体 我真的很尊重 Jean Lee 他可以锻炼42个小时 然后还去跳舞 上堂 去gym room 跑步 我想你都应该好像他那样 好了 我们后日再见 我没有他那么厉害 我搞不定 我会吃饭 他是真是厉害 他的毅力 真的没得弹 Phoebe说 我看过有一个Professor 在上堂的时候 曾经讲过 医生病人的思想实验 有一个学生 他就说 他会等其中一个病人死了之后 将他的器官捐赠给其他的病人 他的这个说法 真是跳出了自己的思想框框 又可以解答到这个问题 又似乎符合道德 是呀 真的很好 多谢你的补充 Phoebe Monica就说 最要命的 有些人说话 是没有逗好 没有句好的 是不用吐气的 一卵嘴地说 你真是没有机会 加把口 如果你想说两句 他会立即打断你 继续说他要说的东西 你要很严肃地跟他说 喂 Stop! Let me talk 那他才会醒水 如果不是他会一卵嘴地 在你家里面 说几个钟都不走 但其实我在家里 不代表我没有工作 我有时见到他都想避开他 让我存够能量 才让他发泄他内心里高涨的情绪 好正 Kitty 说 吃着葱仔 听陈老师非常满足 多谢葱仔 多谢Kitty 阿辉记说 不吃糖反而会有脂肪肝 对啊 完全不吃糖 是不行的 阿坚就问我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当年帮你去处理债务那间公司的资料 其实很多律师楼都有的 因为涉及法律的资讯 我觉得你都是自己去找好些 真是不好意思 提供不了些什么有用的information给你 Betty 说 感谢陈老师 我对佛学感兴趣 亦都觉得可以帮到自己 但对佛教的教义和仪式觉得不妥 这条片很有系统解释了我心里的疑惑 多谢Betty 理解万岁 Edmond 说 想起日本电影《湿乐园》 男女主角出轨 排除万岚终于可以在一起 再走向一齐自制的心路历程 都好像这一集的内容一样 说得很透切 芯一说 远离消耗你的亲人、同事、上司 保持距离 每日消耗真是很快上天堂 Demo 问 请问现代的灵 会不会变成柳灵、古灵、AI科技灵 将七粒不同颜色的水晶放入对应的人体麦鱼 在白灰顶鱼 印堂微心鱼 天特侯鱼 坛中心鱼 大追太阳鱼 神关磁鱼 和会阴月海底鱼 当针够用 可以吗? 将水晶和人工合成 做到人体变成燃者之石 可以吗? 仲缚淘宝几十元一个可以卖 有些想试试玩 会不会讲解其他乐器治疗 如在音叉 我要神功、我要天堂、要极乐世界 我要成为超越人类的什么 这个话题真是很销路 我都想用意识意念去到不同的维度 请问有没有塞斯和巴夏的故事可以讲解一下 多谢Demo 一连串的发文 有空可以去试试 我自己就觉得是舒服的 但我就不是太依赖这些东西 你说淘宝几十元有一个 其实都ok的 不是价钱的问题 不是那些仲缚越贵越好 有用就可以了 我觉得机械做和手工打 在月圆之夜打 还是在工厂里打出来 其实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你唯一需要去考虑的事情 就是它的音质如何 你听它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种空灵的感觉 你会不会觉得舒服 Coppo 说得非常好 Jubito 说 我以前想结婚 然后尝试用吸引力法则 然后跟人出来纪念的时候 男生跟我说 其实你已经有个很疼你的老公 你就不要那么贪玩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真的很搞笑 我是不是用力超过了 之后我就没有再用吸引力法则 我比较有兴趣知道的是 他为什么会这样说 他为什么会觉得你有老公 是什么回事 Mannook 说 好听 有启发性 Ahan 说 非常喜欢你的分析 你已经做了一些研究 很棒 知识渊博 非常聪明 我们需要更多像你那样的人 向世界传播一些 适当和符合逻辑的版本 感谢你的分享 多谢你支持 Phoebe 说 这里是一个树洞 发泄出来 心里都舒服点 只是因为我太善良 有些姐妹在说话的时候 不太尊重 甚至乎是无事 我都不会反抗 愈来愈觉得他们好水食住上 以前这样以为 是对家人的爱 不跟他们计较 原来世事都蛮残忍的 就是有人专门去欺负善良的人 家人也不例外 我有很多次 躺在这里都中窗 所以开始反思 就有了争辩 然后就找人讨论 真是第二次伤害 她是我的亲家姐 她对我的反应 痴痴以鼻 甚至乎还反白眼 完全没有同理心 还有最离谱的就是 她对于欺负我的人 也就是我妹妹 她竟然帮她说话 站在她那边 我真是很后悔 跟她谈掃心声 我真是找错了人 经一时长一致 我收回对她们的这种错爱 学习去保护自己 多谢她的分享 令她学习很多 对 找对的人谈掃的确很重要 我们一定要密释到 在我们身边的那些 富有同情深的见证者 Lulabi 说非常同意 不知所谓的父母全家都是 拜和不拜 有毒的父母一样痛苦 爹地和妈咪 我们就改变不了 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 一切到此为止 就当我们不幸运 我们打破这个魔咒 重新对我们的下一代 用新的方式去对待 支持你 加油 Adamo 问 开五支门在哪里? 这些问题 够讲几集 扮声 和用情绪讲故事 会更加精彩 多谢你 Rachel 说 每日都来追寻这本书 你一定要保持更新 Gestein 说 我都算是左手人 例如那些不需要有人教的东西 就会用左手 例如拿筷子 刀 钾线 球扒 猫屎 但是写字 積冷衣 就要用右手 虽然好像两只手都有用 但是不觉得自己聪明 两只手都用 你的大脑的开发程度 一定会比用一只手的人高 聪明有很多维度 如果我们只是用读书 考试 去评估一个人聪不聪明 其实是不够客观的 因为很多人在音乐的造艺 在艺术的天分 在艺术的天分 运动的技能 他们都比一般人的表现要好 其实这些就是他们聪明的地方 所以应该欣赏一下自己其他的面向 我明白齐老师所说的 跳出身心灵的这件事 不是不再相信这件事 反而是相信任何事情都会发生 包容性大了 但又认为一切都不再关自己的事 还要是自己为自己所做的选择 多谢你啊Joy 说出我心中所想 善想仁雍比 就说 四万一啦 恭喜你啊 好替你开心啊 再这样下去 讀留言也要讀两天 买定猴糖啦 说开又说 我又真是没有吃猴糖的习惯 甚至乎很多人认为 你靠把声换食的 你会不会常常去养声啊 要去保养它啊 真的完全是没有的 无论是辣的东西啊 或者是一些热气的东西啊 我都是照吃的 以前如果我整天都在说话 我是会喉咙不舒服的 但可能现在说惯了 已经变成了我的习惯了 应该是我的一些用声习惯 在不知不觉之间改变了 所以就算我说整天都不会觉得 把声音很累 不过我真是很感谢这段时间 大家那么踊跃地去留言 我觉得真的讀两天都值得的 真是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Jason 说 《药水三千》 麦俊隆那首歌 我看完这一篇 不知为什么 突然想起这首歌 山水飞山水 冬了变雪堆 啦啦啦啦啦啦 我忘记歌词了 Scarlett 说 Thank you 多谢 Jason 说 上集的留言这么长呢? 是啊 现在发现如果停了一天不出节目 第二天的留言就会很多 所以现在真的要逼我每天要做节目才行 飞企说 再次拿第一名啦 上瘾啦 上瘾啦 Grace 说 富兰克林呢 真是很有智慧 多谢Grace的Super Thanks Yang Yan 说 年初的时候 我辞了职做Freelance的Translator 和赞稿人 但是呢 整天都很担心 会没有一份工啊 希望保持正向的心态有帮助 一定有的 Hong Kong 东东就说 多谢分享 Chama 说 感谢陈老B分享这本书 虽然好像老生神谈 但是考车的时候 尽量去用那些方法 真是可以帮到自己 重返当下和集中了 可能一向叫自己放松的时候 都会用左脑筋去想如何放松 而这个方法 就比较少会有一些语言在脑子里面 多了画面和感受 结果真是Pass了 所以除了多谢教车的那个师傅之外 我第二个想起要多谢的人就是你 祝福你和家人的生活都可以愉快 亦都期待你可以用声音 继续去分享 令人觉得快活幸福的知识 太有趣了 多谢你Chama 我猜不到自己 原来可以帮你考车牌 我自己都很惊喜 William 说 匆匆的人生 一切如梦 缘起缘灭 世间很多事情都没有说对 还是不对 只知道执着就是和自己过不去 在这个欲望的时代 只有经常提醒自己 保持清静 和身心健康 宇宙一切自有安排 说得很好 多谢你的总结 Mila 说 Good sharing 阿迪说今天要多说一句 《生命回旋》的作者 钟卓暉 他试过炒鸡 死 断脚 靠催眠自我修复 是呀 这本书有空 都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阿迪真的不是开玩笑 你这些中文 可能真的只有我才看得明白 《生命回旋》 《回旋》 我两句话说的 《拥字》 和《指》 幸好你写了作者的名字 我推断到你应该是说生命回旋 这本书 汉杰说 有些女人贪靓仔 抛呼气纸 离家出走 想和小鲜肉在一起 但被小鲜肉玩厌之后被抛弃 他才回来求老公复合 这些不是醒觉 有些人的确是这样的 但不可能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汉杰说 我都很相信我是大气晚城的人 所以很快 支持陈老师把订阅数冲到五万 谢谢你 谢谢 沙文说 说得很好听 永生说很棒 我都喜欢精神分析学派 艾琳说多谢你 达达说 very nice words that you have good topic to listen also 多谢达达 阿康说 是演算法推荐给我看的 我见到是广东话 媒体也订阅了先 多谢 好了 说完大家 赞我的comment 我们就说一些骂我的comment Eric说 乱说24 诽谤佛法 Danny又写了很多东西 解释他的看法 然后就劝戒我 希望你能够深入了解 再作评论 PLC就说 听完你全部的解说 各下只是在佛门外面 去讨论佛法 你并不是真心地了解佛你 建议你首先 带着无恶的心去学习佛经 你就会了解 Eric又补充 我不认同你所说的东西 Chitang又发了签字文 叫我回头试案 Karina又说 请你了解清楚才说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到极乐世界 不修心就去不到淨土 就算去到 都会被人弹出淨土 因为业障 不能够用于淨土 你明白吗 不要胡说24 多谢各位的指教 我没有想反驳 多谢卡申谦的支持 天职神旭逍遥就说 左右手都有用 看当时的情况 用哪里揪手 例如上菜位在左边 电话放在右边 我就会用左手吃饭 右手打电话 但我都不觉得自己聪明 Simon Ng 就说 果然是精誓奇书 得此书者得天下 sogoodmore.com 就说 你用30分钟去讲这些内容 都不是一句就到重点 浪费我时间 超 真是不好意思 浪费你半个小时的时间 Karina说 你肯定不了解佛法 所以以外人的身份来批评佛法 佛法是最公平的宗教 强调因果定律 自作就要自受 没有人帮到你 佛和菩萨都不能够改变因果报应 所以是很公平 做了坏事一定走不脱 极乐世界是正土 不能够容纳有业之人 不要以为正土好易去 就算去到 身有业债 还未清光 都会被这个法弹出来 所以一定要修行 清光业债才可以往生 不是其他宗教 信者得救 绝对是不行的 在我做完节目之后 我又发现Eric 又追击了我几条千字文 跟我说了大乘佛教的 菩萨心是什么 菩萨道是什么 空性是什么 佛教是什么 我就不一一读出来了 多谢Eric的指教 多谢你 今集的时间到这里 差不多了 如果你觉得本集的资讯帮到你的话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like和share这条片 按下个充饰 加入会员频道 或者赞助我的制作 我是陈老师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